小羽 妈 小羽 小羽 干什么了 妈 我肚子疼 小梅 你肚子疼 你是不是又干活了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现在怀了医院不能干活呀 我也没干什么活 我就是扫扫地 突然就肚子疼了 小梅 我这咋说你呢 不让你干活 这都好了吧 看看 扫着你 绿绿了吧 这动着天气 可咋办 妈 我这不是故意的 行了 别说了 咱们赶紧去医院 看看吧 行 快点走 来 慢点 慢点 来 坐 哎呀 吓死我了 小梅 我都跟你说了 有这下午 你就不要再坐了呀 小羽 我就是扫个地 没那么严重 这现婚医生 说没什么大事 没有激烈运动 这各项检查 也都正常 只不过 有一项检查 还没出来呢 等检查报告 出来之后 他会给我们打电话的 行了 小梅 这以后的家务啊 你就别坐了 你别忘了 你看回我们家大催子的 你说 要出电视 这该咋办呀 行 妈 我知道了 行了 妈 你也别相信了 这小梅 刚从医院回来 眼泪了 我扶她进屋休息 行 去吧 来 慢点 医院 儿子 医院 聊电话了 妈 你接吧 嗯 好 喂 王医生 是李小梅的家属吗 是是是 这个李小梅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必须要好好修养 谢谢医生 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他有一点先上性流产 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 行行 医生 我能问一下 是男还是女孩吗 对不起 这我们医院有严重规定 不能透露性别 医生 你就告诉我吧 我好准备 拿开女孩的衣服呀 这个呀 真不能说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他长大 喜欢杨娃娃 喜欢杨娃娃 嗯 没什么事 我就先换了 杨娃娃 那不是个女孩吗 妈 这医生怎么说的呀 医生说 他有点先上性流产 什么 严重不严重啊 休息一下住院呀 没什么事 这医生说了 多休息 少运动 这王医生还说了 是个女孩 妈 真的呀 这是女孩呀 这是女孩好呀 长大了 是我的小棉袄呀 好什么好呀 这男孩呀 能跟他传统接的 这女孩 有什么好呀 长大了 结婚 还不能嫁给人呀 这俗话说 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啥时候 都是人呀 这男孩就不一样了 他啥时候 都留在自己父母的身边呀 等你年纪大了 他能伺候你 孝顺你呀 妈 你怎么还是这种老思想呀 这男孩女孩 不都一样吗 我喜欢女孩 他心细呀 就算他长大了 嫁人了 现在交通 这么发达 那天再远 也能回来一个 我不管 我就是喜欢男孩 我就是喜欢我的大催子 行了妈 你就别再说了 这男孩女孩这个事 已经改变不了了 我还有事 我等会儿 要出去一趟 妈 等一会儿 你给小白啊 做点饭 做的好吃的 让他好好补补 行行 你就放进嘛 等一会儿 妈出去跟他做 行吧 那我就先走了 去吧 小明 别再玩手机了 玩手机 对孩子不好 妈 你怎么还是老思想呀 这网上都说了 这手机呀 没有服事 再说了 我这闲着没事 那么我不玩手机 我干什么呀 你看看 说你两句 你那药喝了吗 没有 妈 那个药 太苦了 这老话说得好 良药苦口 我跟你说 王医生也说了 你呀 有些药就流窄 这个药呀 必须得喝 知道了妈 我等会儿就喝 妈 我有点口渴了 你能不能帮我倒杯水呀 行 你坐着等着 我去给你倒 来 妈 这怎么是凉水呀 我这怀着孕呢 不能喝凉的 凉水 我真的是凉水 我故意给你倒的 赶快喝了它 妈 我不喝 你帮我换了吧 赶快喝它 不喝 妈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呢 你不知道吗 我这怀着孕 不能喝凉的 你怎么还惯我呀 你瞧瞧你 会个丫头骗子 还这么多事 你喝不喝 不喝 连凉的都没有 你瞅瞅你 会个丫头骗子 给谁看呢 叫逼逼的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小梅 我告诉你 这个家呀 我当家 我做什么 你吃什么 我让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最好呀 过十项点 你看看你媳妇 都不知道啥回事 天天在家守着她 妈 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妈 小梅 怎么了 这人 我肚子疼 肚子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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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啊 走走走快 慢点 来慢点 慢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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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梅 你想吃什么 妈先给你做 我不饿 我不饿 不想吃 小梅 这为了孩子 你得吃点呀 妈 我没胃口 什么都不想吃 妈 小梅都说了 她现在不饿呢 你也别着急 等她饿了 再来做饭 行 小梅 你啥时候饿了 跟妈说 妈再给你做 你看你抱着孩子 跟累了 来 我抱一会儿 妈 不用了 我自己抱就行了 小梅 你怎么能这样呀 这妈对你多好呀 你还这个态度 小雨 没你的事 不用你管 哎 小梅 这咱妈对你多好呀 你怎么这样说话呀 我这么说话怎么了 你知道吗 当初咱妈知道 我怀的是个女孩的时候 动不动就吵我 对我态度呀 也非常冷淡 现在 在你面前 装得很喜欢这个孙女 装什么装呀 哎 小梅 你说这话 就不对了 对 这刚开始 妈是不喜欢这个孙女 可是慢慢的 她就接受了呀 还接受 你知不知道 我怀孕的时候 咱妈呀 天天为我喝凉水 我不喝 她还惯我 什么 有这样的事 妈 小梅说的 是不是真的呀 儿子 儿媳妇 你们呀 都误会我了 其实我叫你喝的 不是凉水 是安胎药 安胎药 是啊 你说安胎药苦 我就放凉了 才叫你喝 小梅 医生都说了 你有些药就流产 所以 妈没办法 才这样吓唬你 妈 你说的 都是真的 是啊 儿媳妇 你又不相信 你可以打电话 问问王医生 这药呀 我还是从她那拿的 妈 你看你 搬这事办的 这两小梅误会你 不喜欢女孩 儿子 妈早就想通了 这男孩女孩呀 都是我们家的孙女 我能不喜欢吗 小梅呀 这以后 家里的家务 由妈来干 你就安心她 带我的大兄弟就行了 妈 谢谢你 谢什么呀 这家里的一家人 行了妈 这小梅呀 刚从医院回来 估计也累了 咱们扶她借户休息吧 走 慢点